好那一开始就来看到 在今天已经这个选战倒数 已经四十几天了 那陈忠呢终于终于 站街头拜票了 他这是真的是他的人生中 站路口拜票的初体验吧 我们来看到 这在今天上午7点50分 上班尖峰时间 他站在的是这个内湖的 明泉东路还有金湖路口 大阵仗一路排开 那而且呢 整个这个气势是很惊人 但是呢也被念 说这个人行道都被你们霸占住了 那行人要走哪里呢 而且这个时候车流最多 刚好是上班的尖峰时间 所以呢一定会人车争到 好那我先看到这边 因为我想在座各位有 随便三位都有选举过 那亮哥也是嘛 就说站路口拜票 这对各个参选人来说 绝对是基本款式标配 那陈志忠为什么会被骂 他犯了哪些大忌 他站内湖啊 这我没有看到高家瑜啊 没看到高家瑜 这个应该是当地选区的人 要站牌头嘛 因为你是要拉陈志忠嘛 对不对 内湖南港谁认识你啊 可是陈志忠带小鸡啊 没有啦这个最受欢迎的人 应该要在前面示好嘛 因为每个人都有支持者嘛 这个我觉得坦白说 那高家瑜没出现是谁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还是团队没邀请的问题 我觉得蛮奇怪 高家瑜是应该要出现 因为立委是有一席啊 对不对 而且高家瑜那么高票当选 他12万票多耶 我是觉得 基本上仇恨值 用站街头是不能减少的啦 仇恨值是要用文宣 那会不会反而增加 要看你互动的结果嘛 那因为你的 因为有很多人讨厌你 弥漫在各地嘛 对不对 那人家当然找机会就要修理你啊 这个你也是要面对啊 那如果你已经开始要做这样的行动了 那你知道有很多人对你不友善 那你可能就要去设想你要如何面对嘛 那他看起来就是不理会啦 就不理会 那事实上也许你如果 就是你应该把这里也当作文宣场啦 这个这里 因为坦白讲你能够面对的人是有限的啦 那最终主要还是电视画面出来了嘛 那可是这个电视画面如果 主戏变成是你被骂 或者有人呛你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脉络就是如此啊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要有预期这一点嘛 所以你如果有预期说有人要呛你 那你就要准备要怎么回应 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爱心啊等等啊 那现场也许招牌就不是这些啦 招牌可能就是 尽管你对我有意见可是我还是爱你们的之类的我不知道啦 反正这个就是一种文宣嘛 对 就是你预期到会有这个东西那你也要有这样的一种诉求嘛 那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摆脱让人家对他有刻板印象的一些 一些常见的一些情况啦 比如说疫情 疫情大家就觉得还是不诚实嘛 对不对 你到现在还在说 台湾的疫情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 至少是前三名 那明明就是从进入BA1BA5这段期间之后你都是世界第一嘛 都是最糟的嘛 你觉得这些他都无法洗刷 你都不面对 或者你都不道歉 所以我说我如果是因为疫情讨厌你 那我就觉得你还是没有改嘛 对不对 或者说我认为你怎么会对基层脱节成这样 比如说他对王世坚那个现场 他就是完全没有进入状况嘛 因为那是一个深绿的礼 那那个是王世坚的好朋友 那人家陈丽禁总 王世坚当然会去站台 那问题是他跟黄珊珊有特别关系嘛 因为他的太太 所以黄珊珊是特别去了一下 你就把人家视为是违反党纪的事情 你是哪跟经有错乱啊 或者有些人认为你很多事情你都不懂嘛 偏偏你特斯拉就又爆出了一个 说请特斯拉总部来设台北 我的意思说如果这一些就是继续深化 大家对他的成见嘛 那对你怎么会有加分 你应该就是预想到你要站街头了 那你就预想有人会呛你 那如果你是要是面对这个 那你的诉求就要完全不一样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在街头是渴望看到你的政见 不可能的啦 大家看到的就是你嘛 就是你这个人嘛 所以你要是要给人家什么感觉啦 通常我们以前选民一代表的时候 你如果站街头 要嘛就是你要有像钟佩君这么漂亮 要就是展现你的样子 对不对 要嘛就是你就要有一个 一个feel让人家看到 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可是亮哥民进党这回选举了 你讲了这些难道他的团队都不知道吗 尤其你说之前的小朋友也就罢了 可是呢不是说后来这些大人 全部都已经要靠他们来操盘了 那怎么还会这样 这些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吗 还是干脆就视而不见 我觉得搞不好有人劝的 然后没听进去嘛 你久了就失 就是我何必 我何必那么累 他演不来啊 他爬厕所演得来啊 叫他演别的他演不来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已经到了四十几天了 真的不容易 就是要大家觉得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讲一些 你不知道的事情啊 他还是要讲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比如说记者也会来引导你啊 说王世坚跟王珊珊见面 他故意来挑你的矛盾嘛 说王珊珊跟王世坚碰面 那这是不是违反民进党党记啊 当然有些记者就是为这样嘛 那你为什么就进了那个圈套 对不对 你觉得这些都会让他持续失分吗 不因为表示你不知道 那个选区的状况嘛 对不对 这个选过中山大同的人都知道 大同蓬莱里是森绿的你 那我当然你不会知道 那个里长的太太跟王珊珊的特别关系 可是不会有人认为 是王世坚在帮王珊珊站台吗 你怎么会错读到这种程度啦 不可思议啦 我只能说不可思议 比如说我就很难想象 其他的候选会讲出这种话嘛 对啊就这样了 对这我也很疑惑的 就说明明已经到了选战的最后关头 可是整个城中团队好像还在迷航 而这个候选人也完全的失去方向感喔 就王世坚这件事情嘛 因为他在跑他的时候呢 巧遇了黄珊珊 所以呢就说跟黄珊珊同台 那在第一时间 10月10号这一天的时候 陈时中呢就是说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交情 但党有党的党计 依规定办理 后来发现又 哎呀不是 隔一天就立刻改口 说这属于个人自由 而且呢 还说媒体问题 问题问问题要稍微精确一点 烦耶亮哥 他又推给媒体喔 又是媒体问问题的错 我就说人家当然是挑这个矛盾点问你啊 说黄珊珊跟 王世坚不错啊 不我们谦歌跟黄珊珊真的是好朋友嘛 所以他不是讲过一句名言吗 说我感性上是133 理性上会回到政党 投给这个政党提名候选人 那搞不好王世坚去投票那一天 刚好是感性比较浓的时候 那他可能就会投错投给黄珊珊 不他这样讲啊 就表达他在两个人之间都有情谊嘛 可是他跟陈时中是没有私人的情谊的啦 这样讲当然陈时中可能会做别的解读啊 因为很多人不会像王世坚这么诚实啦 王世坚就把他诚实 他真正的感受讲出来嘛 对不对 那因为你对 你对选举就是没有适应啦 我坦白说 刚刚佩军讲到一个重点啦 因为 你是政务官出身的 不是民意代表出身的 所以你 已经长期习惯了那个 当那个领导人的样子 你知道我以前有好几个朋友 就是先从当政务官 然后才去选民意代表 或者是选市长 真的我很少看过 立刻转换能够适应的啦 很少啦 由官越大越难啦 那你想一想防疫指挥官是多高的官啊 还给你一个特别法案 那你可以凌驾所有的法律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他对记者提问就是 几乎没有追问嘛 对 他直接会喊下一个 下一题 甚至也不一定真的回答嘛 对 那你跑市政你要选举 谁对你客气啊 对不对 你 我讨厌你我就直接讲述对你的不满 那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心里不舒服吧 可是你既然要走民选这个条道路 你就是要设身处地站在老百姓那一边嘛 我觉得他一直没有适应过来嘛 那结果他的幕僚可能看到他适应的太慢 然后就要急着要让他去适应各种 众生百态嘛 所以才会有不同的人设跑出来嘛你知道 事实上很少候选人会有这么多种人设啦 阿扁那个扮演各种职业是在他上任之后啊 那也不是在选举的时候啊对不对 而且表示你跟群众真的有点远 所以人家才会觉得说哎你要软啦 你要跟老百姓接近啦 所以他只好忍耐去被人家雄抱舔耳 乱七八糟对不对啊 那事实上我觉得幕僚的用意就是要 让你的形象软化软化啊 或者让你去讲一些你跟太太的感情啊之类的啊 可是很不幸啊都没有成功啊 那你没有成功你能怪谁呢 因为你还是没有放下来嘛 就人家感受不到那个feel啦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你真的要急救张要来选举选举不是这样的啦 你一定要就是你的动作老百姓是感受得到的 不是只用看的啊 他是有感受的啦 所以你如果没有那个 比如说讲话刚开始跑那个亲子 他跑了很久了耶 跑了半年以上啊 因为我就一直看到还有生小孩还会寄给你那个卡片 听说现在又怀孕了不是吗 现在变成孩子王了 我的意思说你要越演越像 你要让人家有那种feel啦 然后黄珊珊在防疫的时候 在那边打点滴 在那边待了十天对不对 那是用拼命的态度在救老百姓嘛 那个人家会有感受嘛 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啦 对那亮哥那既然说现在陈时中这张牌不好操作不好打 那你觉得是怎么样就打柯文哲是不是 所以现在民进党有一个新招就是反特头钟 这个就是 那能拉到多少票 就是你的人设你的让人家感动的那个 人性面的feel出不来嘛 或者说让人家喜欢你的那个人设没有成功嘛 所以你只好打到意识形态去了啦 别人说因为你的票有相当一部分被黄珊珊拉走了嘛 对 有中间的也有浅绿的嘛 对 所以你就要走那种速快速道路嘛 所以你只要是反柯文哲的你就投给我这样子 因为你支持黄珊珊就是在支持柯文哲 现在民进党都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政论节目都是这样啦 都在批歌啦 然后就去联动一下说你支持黄珊珊 等于是支持柯文哲的选总统啊 嗯 大概这种调子已经快要出来了啦 那这种调子就是很简单嘛 因为他知道柯文哲的仇恨值 在台北市仅次于陈时中嘛 所以要把你改成正面的人设没有成功 那只好去打仇恨值第二的人啊 不然怎么办呢 没招了嘛 这个就是没招了 所以接下来我估计都是那种引发恐惧 引发仇恨的反科的打法 我觉得那个 可是反科打法会不会效果有限啊 我这个就要看 因为确实如此啦 就是可是你没招啦 这个叫死马当活马医啊 有一些选区真的就是这样啦 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啊 像我觉得新竹也是这样啊 所以新竹铺天盖地在反高宏安嘛 实际上反高宏安也是在反柯文哲啦 那我觉得就算那个火能不能烧开 可是我现在的观察啊 高宏安的民调并没有掉下来 嗯没有掉对 搞不好啊 还摇摇领先都有可能啊 我跟你讲啊 就是 因为你的主打 你是柯建民嘛 柯建民有什么形象呢 是 你并没有感动人的人嘛 我觉得选举啊 我历来看那么多选举啊 候选人如果没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你不可能当选啊 所以到最后一定要回到你本人 回到你所代表的理念 还有你那种真实真诚的一种feu啦 那我觉得民进党这个完全就是在止损啊 就是说那我只好去打反柯文哲啦 那至少我巩固我议员的盘嘛 对 那他也不认为陈时中这样就会上 因为没有这种 没有这样当选的啦 然后我说我反谁我就可以当选 一定是要那个人令你有feu嘛 你觉得你必须出门投那一票嘛 那这样的人才会当选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不投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我如果用这样来动员你去投票 你坦白讲你也不一定会去投票 对 你就会说有那么严重吗 是 什么后果 你可能回去就说有那么严重吗 对不对 那柯文哲总统又不会上 你紧张什么 对不对 我的意思说很容易被人家这样 把他解释掉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招了 那第二个就是 想说这样好歹可以帮市议员巩固一点票吧 大概是这样 大新闻大爆怪